这个是附带的 Dr. 我开浪费 我今次在板纳吃到一些很漂亮的苹果 汁数不差过日本苹果的 但是接着我看到一段这样的新闻 就觉得很可惜了 这么漂亮的苹果 居然是用一毫的价格买到工厂里 搞到果汁工厂里 为什么他们不做好销售网络呢 说就容易了 这么快 世间的虚必容易 好像现在我们香港梁特首 整个班子都走出来说大堆东西 说完 说一定容易的 谷字双农 所以他在美国的农业 发展得这么好 他们在十多二十年前 已经开始中央登记 你每家户做什么都要先报 批了你下去才可以 就怕着你 有窩蜂 中国就是常常撞这些板 去年有些人收成好卖 今年个个的窩蜂都中 中完之后 中招 谷字双农 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捐去学校 让学生仔都可以 运费贵 但是 你在一个龙孙山区地区 你出来城市 运费很贵 谁给钱收购 谁给钱收购 你卖不到钱 原来他们的地区 现在国内的交通很高 现在运费不便宜 不用工 不用处所 你运费不切 苹果很容易烂 死果就是最难做的 死果最难做的 除非他 有些人在开那些加工厂 做罐头 比如果汁 他现在也是买去果汁行 不过一毫子一公斤 是的 他不是搞错了 他又不知如何去运作 这个是很多年来 就是这样 新疆也是 新疆也是 很多人种植物 破了笼 很可惜 很可惜